農曆新年快到了 相信大家都忙著辦年貨和大掃取 準備過一個喜喜人人的新年 大家在大掃取的同時 都想要改善家中的風水 宋府迎土明年香港的運勢會是怎樣 新春行運要去哪個地方最好呢 留意今集的內容 一日為大家揭曉 蔣博士你好 今年快要是兔年 兔年的時候 如果大掃取的時候 什麼時候才是一個吉日 其實以前傳統就是最簡單 年二十八洗立塔 二十八都可以的 但如果大家 有時二十八做不到 其實今年比較好些 二十九都可以做 今年因為二十九是除一 古人 我們如果要用隨日 就可以掃東西 洗東西 丟東西 是最好的 時間上都是上午 最好大概是九點開始 除了要隨舊營生去 丟了舊東西 可以改善家的風水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改善家的風水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說的就是 風水輪流轉 每年我們有一個 我們叫做九宮飛星 例如今年 異黑病符星 就在東邊 如果你的住宅 開東門 那你今年就遇到 病符星入門 那就容易 家人每個人都病 所以就要有些化解方法 但譬如 你有顆星 有個位置 譬如今年 南邊是最旺的星 你這間屋由剛好 向南邊開門 理論上 你可以什麼都不用搞 你都很旺的 所以吹旺 就根據那個方位 大家可以根據那個方位 跟你自己的屋的擺法 就可以擺擺它 就應該可以幫到吹旺 但我要先講明 因為 這個不是 諾身訂造的東西 所以呢 九宮飛星就等於 吃一粒九霧藥 可以治療一些小病 但大病就 一定要看風水才知道 那蔣博士 今年的香港運勢是怎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今年就是 貴某年 今年就是旺 金生水 水生木 但是 五行裏面 就沒有了火和土 那 因為地產 就是屬土 五行 就是火生土 那 如果你有火 都可以頂住地產 但是現在 連火都沒有了 所以 今年的地產 就應該很差 那 要去到2024年 有回土 那個地產 才會回升 所以 所以 今年 如果大家是那些 上車盤的人 就應該趁機會 去上車 那 股票方面 就 今年是走近一個 我們天星上面 有一顆星 叫做 繼都 那 繼都 就是走向南方 就是 那個股票 就要上頂 走向北方 那個股票 就是去到 貼地 那 它大概是十八年 左右下個圈 那 今天的繼都 就剛剛在西方 就去到北方 所以呢 整體的股票 都是 以樂為主 那 跟今年的 那些 那些 經濟學家 預測 歐美全部都會出現問題 等等那些事情 都一樣 那 那 而中國的情況 呢 雖然開了關之後 會有改善 但是 明年 仍然是未成功的 所以要去到2024 呢 中國就開始大禍了 那 我們香港呢 就因為 我們 搬車邊 跟著中國 所以也要等到2024 那 所以2023 只是一個 可以這樣說 恢復期 就未去到 未去到 那些 很棒的情況 好 就是2023年 我們繼續努力加油 2024 就可以有最好的出現了 明天會更好 是 那 那 對於我們這些打工仔來說 其實我們都很想知道 哪一個行業 可以 食住上的運勢 那些運勢 今年呢 因為沒有火 沒有土 所以榴槤呢 就旺一些 金啊 水啊 還有木的沙 的行業 那木是 一般傳統 衣理啊 買衣服啊 買 買手袋啊 這些 啊 水呢 就是 運輸 可以 運輸 或者那些 金融 為什麼呢 就算股票倒閉 都有人可以賺 炒期貨 賺錢 那 今年唯一最差的 反而 飲食就是微利 因為火不夠 另外土 地產就不要想了 暫時來說 一路跌下去 那 蔣博士 其實呢 如果在香港 我們想改一下運勢 想走多些運勢 去哪個地方 鬥一圈 或者走一走 可以轉運的 今年是黃南北的 所以你可以選 最簡單 上水那邊 找些山 那些行走 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想的 就是南邊 就是我們 香港島的山 但是呢 我提議大家 就是選擇的路線 就是順遇針方向下 就不要逆遲針方向下 明白嗎 這樣就可以增加你的運勢了 那蔣博士 最後呢 可不可以給一些 開運小提示給我們的公眾 今年呢 整體來說呢 就是 呃 持平的 還有開始起步 就是 恢復的階段 那 所以大家呢 就 做事呢 就要 想著一件事 就是明天的腳好 就是今年呢 就未必一定會 呃 賺到很大賺的 但是 大家熬過了 前三年呢 這麼多麻煩呢 總之 今天怎麼做都好過舊人 那 所以這個呢 就是最簡單的 接事啦 那還有呢 今年 南方旺 所以呢 如果你的公司 或者住宅 開南門 那就已經第一道恭喜你啦 如果不是的時候呢 或者南方呢 你跟我那個 九宮飛星圖擺設一下呢 都可以幫你催運的 好嗎 多謝蔣博士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開運的小提示 相信大家呢 來年呢 都會更加的順利啦 那麼呢 在這裡呢 我們都會和大家 拜個早年才爭 我和蔣博士一起祝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四義